称得上是色衣双绝啊 唐玄宗明清时有歌会完 白天当街喝辣酒撒酒疯 还能骑马射箭 晚上拉着小姐姐聊人声 可这一切都只是表象 此刻的长安镇暗流涌动 咱们的李龙姬也没闲着 在只最精明的表象下 当时刻观察着长安的动静 长安的情形怎么样 山羽一来分满了 此时为皇后拉着宗楚歌谋杀亲夫 随后走楚歌县途姬名追魂伞 当年 泽天皇后接过张怀太子 用的就是这个 姬名追魂伞 随后她将毒药掺杂在酥饼之内 借着过节的名义 让李显彻底苟待 安乐公主就成了最好的帮凶 这是谁能想到 自己的亲闺女会想毒害自己呢 父皇 孩儿再也不要当皇太女了 离皇室之事 理应由父皇和大臣们做主才是 看着闺女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认作 李显也不再为公主白天撒脖而生气 可李显刚吃过饭 没什么胃口吃下 您最爱吃的杏仁酥饼 一定要尝尝 我一会儿再吃 但架不住公主给旁边软磨硬套 最后还是将酥饼吃下 事成后公主哭得死心裂肺 为后倒是一眼硬恨 这夫妻当的也是够可以了 看到李显凉透了 为后立刻封锁消息 可她想不到的是 上官婉儿秘密将消息告诉了太平公主 皇上隐于惊艳自食 猝然驾风 什么 这姑奶奶可不是一般人 她当年可是武则天的掌上名姑 气场全开之下 谁见了都得绕道走 她直接提着宝剑进宫查看情况 手绳的保安想拦着 她直接亮出宝剑 这是泽天皇后赐我的宝剑 三瓶以下 掌而后揍 看到李显的尸体后 太平哭得是稀里哗啦 是谁想的毒手 每每定要把她 碎尸完断 此时宗楚贺带兵过来 在一旁冷笑让太平离开 可太平瞬下把剑振烦全场 请公主立即恢复 放肆 把御林军给我全部撤回离山 谁敢 泽天皇帝之女 大唐天子之妹 你们竟敢拔刀想下 这不是毛反是什么 把皇后给我叫出来 都给我退下 见他们吼不住太平 维后也霸气登场 这是当朝两大顶尖女人的PK 两人互相瞅不顺眼 就这么在等了好一回 还是维后主动认怂 皇帝 促然驾崩 郑宇 与公主 和相王 共议后事 太平也知道自己讨不到便宜 首次驾峰双方掩齐息 但维后动作很快 立刻派兵将太平和李诞家中围住 并将傀儡小孩扶上皇帝宝座 此刻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忽然陈玄里深夜去找太平 原来这位将军是卧底 由于维后手下兵马众多 所以他们准备秘密行动 而这个带头人就是李隆基 在听说李显被毒杀后 他已经秘密进入长安 只要我们突出骑兵 杀戮公围 斩齐首饭 定能一股百硬 纷纷倒戈 随后太平让人将宝剑赠给李隆基 凭借这把剑也能震慑反叛势力 姑母怎么样 母亲说 三郎起兵举世 她全力扶持 这是外祖母赐给她的宝剑 她让我借给三兆哥 一来表明她的心意 二来可以辟邪助威 接着李隆基开始谋划 对维后集团以往打击的计划 他们准备在深夜子时 一路人马攻打宣德门 陈旋领负责进攻宣武门 到了晚上一切准备就绪 李隆基与妻子做最后的道别 他这一句不成功变成人 可此时的威后在干嘛呢 他正和自己的老乡好宗除客 亲上美女跳舞逍遥快活 不知道李隆基为他准备的盒饭 即将快递到他们面前了 谢谢大家